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7月15日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威斯康星州召开 大会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 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这个意味着他距离 总统宝座在近一步 特朗普能否成功胜出大选呢? 巴士这部评论员Anthony 跟我们讲讲 当地时间7月13日 几声枪响震动了美国 特朗普再一次成为 全美关注的焦点 当日傍晚 特朗普竞选集会 发生了枪击事件 他右耳受伤 被护送离开现场 涉案的枪手 已经被美国特勤局击毙 另外有一名集会参与者 遇难两人重伤 特朗普竞选团队通报说 特朗普没有大碍 第二天 特朗普乘飞机抵达 威斯汉盛州 物以抑击 事实上 在第一次正式竞选美国总统之前 特朗普已经生活在舆论的罪光灯之下 当时的他 习商人 作家 电视真人 秀明星等身份于一身 他的生活被媒体广泛地报导 1946年 特朗普出生在纽约地产富豪的世家 13岁的时候 他因为在学校行为不端 被转学送进军校就读 大学就读于宾夕凡尼亚大学 旭顿商学院 1971年 特朗普正式接管家族事业 并且改名为特朗普集团 从1987年开始 特朗普多次公开表现有意竞选总统 但也无疾而终 直到2015年 他才以共和党人的身份 正式宣布参选 最终成功当选 现年78岁的他 再次出人意料地 实现了政治回归 最终有可能 重新夺回总统的宝座 2020年 美国总统选举失败之后 特朗普的支持者 试图推翻选举的结果 从而酿成了国会山的骚乱 而在本次的大选中 特朗普再次引发争议 他身陷四起的刑事案件 共计受到91项重罪的指控 还在两宗 民事案件之中合计 被罚款几亿美金 面对多项的指控 特朗普就说自己是受害者 并多次重新指控 是出于政治的动机 尽管深陷争议的泥沼 这次竞选 特朗普重返白宫之路 并未止步 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之中 他一直拔涉 最终成为该党总统的候选人 综合来看 原因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 经济是美国选民关注的重点之一 BBC就说 经济一直都是特朗普团队 给出的重要信息 而美国民众希望国家繁荣强大 第二 特朗普是拥有以上坚实的基础 外媒就认为 特朗普是一位拥有 普遍知名度的前总统 在此之前 是一位 真人秀的名声 拥有不可动摇的忠实拥护者 在团队的帮助之下 他还是一位能降的酬款人 并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第三 针对特朗普的大量指控 是没有击垮他 反而是令他成为共和党选民 同情的对象 从而为其竞选的活动 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白宫新闻秘书 阿里弗莱社曾经说过 他说现在特朗普的主要成就 是让基层的选民相信 尽管担任过总统 特朗普仍然是一个政治的局外人 弗莱社就说 他们已经得出结论 华盛顿已经是支离破碎 选民们是会冒险 选择一个 他们知道是会打破常规的人 谢谢Anthony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 因为不满匈牙利担任 欧盟伦籍主席国之后的一系列举措 决定不会派出欧盟高级官员出席 由匈牙利主持的理事会会议 只会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 派出高级别的公务员代表出席 匈牙利在本月 接任欧盟伦籍主席国之后 总理欧尔班在本月5日前往 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欧尔班当时形容 访问在针对俄乌冲突的和平使命一部分 而当中也包括访问中国 并且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 有欧盟成员国不满欧尔班的举动 认为他利用欧盟伦籍主席国的地位 来增加在海外的影响力 也有欧盟领导人强调欧尔班 并没有获得更广泛的谈判授权 有法国学者认为 欧盟委员会抵制由匈牙利 以伦籍主席国身份主持的会议 是史无前例 内地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信关键期 国家防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组织汽障水利 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 进行防信专题联合会商 视频调度四川河南山东等14个省份 分析研判近期与情信情灾情 部署重点地区防信抢险救灾工作 根据会商结果 在未来几日 聚注富二带高压北台 主与大逐步移动自四川盘地 至到黄淮一带 甘肃龙南 陕西汉中等地的 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 长江降流中游部分 江段子落回障 湖南华容院排劳工作 任务仍然很繁重 而应急管理部有关的负责人指出 北方地区要全面进入应急的状态 充分做好应对极端强降雨的各项准备 南方地区要继续去到强化巡查防守 亚富汗东部 南格哈尔省和富立省 因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至少40人死亡 230人受伤 南格哈尔省当局表示 首府贾拉拉巴德 苏尔克罗德和周边地区 在星期一下午 发生洪灾造成35人死亡 230人受伤 受灾地区降雨仍然持续 但是与势有所减弱 预计伤亡人数仍然会上升 而富立省当局就表示 当地星期一上午发生洪灾造成5人死亡 死者包括蓝明的儿童 回来看看本港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本月下场率领代表团 出访东盟三个国家 包括老窝 柬埔寨和越南 他说会带同工商 金融 运输 物流 法律和创意产业等领域的高级别商界代表 一起去到推销香港 开拓相机 建立更广泛联系和网络 开创新领域和机遇 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 在去年7月也曾访问东盟的新加坡 印尼和马来西亚 包括和当地的领导人 和政商界的领袖代表举行会谈 到访当地的企业时 同时介绍香港对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贡献 争取东盟国家支持香港加入RCEP 期间也和当地 达成了一共33份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 成果包括引入当地公司 成功来到香港上市 香港的公司参与当地的基建研究 和提供专业服务等 他说这次是任内第三次出访东盟国家 连同之前两次的行程合共访问了七个东盟国家 而有关七个国家占东盟总人口 约七成半 又指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 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香港重视与东盟的合作 一名九岁的游首早前因为游会级别问题 未能参加本地錦标赛 中国香港游泳总会执委会在开会之后决定 容许对方以个人身份去到参加分宁游泳錦标赛 行政长官李嘉超表示关注事件 指政府每年花很多钱 经各个体育会去到推动体育活动和协助培训组员 每个体育会都需要以此为最终的目标 李嘉超表示在分配资源和安排比赛方面 同意每个体育会有需要去到定立一些资格和规则 但如果发现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应该以务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去到处理 过程需要大家沟通协商 探讨任何优化的可能性 他表示泳总即将和港协企奥委会 事件的相关代表会面 期望大家以务实和协商沟通的态度处理事情 特区政府会举办很多活动 全力推动国家成立75周年的大日子 今年的主题是 爱国爱港爱社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行政长官李嘉超表示 特区政府会举办很多活动 全力去到推动国家成立75周年的大日子 而今年的主题是 爱国爱港爱社区 届时会有不同社区 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区议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国庆活动 各区会自行研究和推动 李嘉超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又表示 各政策局也都会在各自的范畴推动国庆活动 气氛会比起以往更热烈 10月1日当日也都会推出多项的优惠 例如特区成立27周年时的优惠 也都会在国庆当日推动 期望可以令到市民热烈慶祝 相信地区人士也都会呼应 美法局公布6月初步 港港旅客的数字是313万人次 比起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十四 至于累计今年上半年是一共 录得约2100万访港的旅客人次 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四 每日平均的旅客量是11.6万人次 而旅法局就表示 以今年上半年来到的计算 有约1610万内地的旅客人次访港 按年多近六成 非内地旅客量为500万人次 按年增长约八成 整体访港旅客当中 过夜旅客占百分之五十 平均流港三点二晚 至于按六月的数据 内地旅客按年增加近9% 达到234万 非内地旅客增加约三分之一 至大约是79万 旅法局调查显示 访港旅客对香港普遍感到满意 以10分为满分计算 今年1月至5月过夜旅客的 访港满意度是8.7分 从访港满意度和推荐度 都达到94%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都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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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